大家好,我叫顾文忠,我是香港人,我刚刚回到立地川野。 我每天大概就六点钟起床,然后大概七点左右我就出门口。 今天过关的话还挺通顺的,那么我们大概十五分钟就可以过关了。 那么我们现在坐地铁,过去我们公司,那我们在那个科院站,就在南山区那边。 我们刚才在这个福田口岸,那么坐大概一二三,对,三个站吧。 第三个站这个就到市民中心,那么我们就换二号线。 这个我就是平时我的路线也是这样子。 从香港到这边过来的话,可能大概两个多小时,四个多小时左右在路上。 我们香港人过来内地这边去发展嘛。 那么我觉得真的这个大王区是非常吸引我的。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机遇,所以我就过来了。 包括人才方面,包括成本方面。 如果我们要在香港那边去搞一个同一个行业,对吧。 那么我们可能相对租金,人工成本相对会比较高。 那我们在内地这边,就稍微这个可以控制得了。 对吧。 而且这边本身都是搞科技的,比较成熟。 那我学在这边的人才也相对,在科技方面也相对比较多。 资源加成本底下。 那么我们就决定,肯定要回来深圳这边去创业。 先介绍,他叫丁志宇。 他是负责我们这边的研发,也是我的搭档。 那本身也是公司的CEO。 那这边还有我们的那个销售团队。 然后这边有我们的那个拍摄的团队。 对。 然后这边, 池子,他是负责就是去写program。 写program。 我们现在公司啊,就是三个合伙人嘛。 那么整个人数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左右。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这个AR智慧门店,是通过AR作为一个核心的技术。 然后去把一些帮助一些实体店,他们去留存一些流量啊,包括去运营这样子。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款摄像机,它可以专门用来拍摄静开的室内场景。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标准化的产品,无差别的去服务到各个线下的门店。 目前来说,我们是属于走的比较前面的一个位置。 我从小到大是在内地长大的。 对于互联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,竞争的形式,我有我的一个见解。 然后但是当那个郭总呢,我们一起来合作的时候呢,他在香港市场,他的认知和我有一些差异。 而我们在这个差异当中呢,找到了非常非常本质的一些商业上面和创业上面的一些东西。 所以我跟他合作起来,不单单是说是一加一等于要那么简单,也能够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。 现在在深圳来说呢,我们已经开了差不多接近一千家店了。 对,那么现在很多店家都对我们非常认同。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坚持在这个A2这个科技道路上继续走下去。 我们实景科技在大湾区孕育的,也在大湾区这里发展。 那么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让我们的科技公司走向全世界。